我觉得美国人和政治人员可以认为移民 是因为这个系统已经崩溃了 美国曾经是勇敢追梦者的文化熔炉 然而当越来越多人奋不顾身要投入炉内 溅出滚烫的水让社会问题的火焰烧得更烈 政府寄出各种边际移民政策 如同郭盖帆遏止更多追梦者的进入 但全世界高达五分之一的国际移民 还是涌向美国 如今移民人口占美国人比例13.8% 近年美国人对移民数量的态度 显然是希望能够减少 而执政者势必要回应民众的声音 不过川普和贺锦丽 谁才能提出情理兼顾 又能有效控制移民的政策呢 他们在做的血泪 我并不会在移民民人 说他们在我们国家的血泪 从统计数字来看 拜登政府执政期间 确实有较多的移民造访美墨边界 一度高达30万人 不过逮捕非法移民的数量 也在同一期间畅下700万人的高点 有专家认为 拜登政府会让大批移民涌入的原因 诸自于移民系统不堪负荷 边境扣留的空间不足 又无法有效说服移民不要前来 因此不得已开放更多人进入境内 非法移民说什么都要一元美国梦 为了不被抓 2023年有50万人 通过巴拿马的达连峡谷进入美国 然而达连峡谷是个丛林密布的险恶环境 导致很多人还没做成美国梦 就先葬身此处 为此巴拿马政府与美国签订计划 在巴拿马就先驱逐 遣返非法移民 希望有效降低赴美的移民人数 我购物真的要与我们的控制 ここ是我的批词 民主共和兩黨 曾經共同起草 限制非法移民的法案 後來川普發聲反對後 共和黨就轉頭不認賬 賀錦麗承諾 如果當上總統 就要重新推動 這項法案的立法程序 兩黨承認邊境移民問題存在 但看待的角度卻截然不同 以目前推出的政策來說 民主黨以人道關懷為出發點 共和黨則認為 驅趕移民是必要之惡 新冠疫情時期 川普藉著第四十二條法案的名義 將邊境移民驅逐 即使就像強硬做法 減少了邊境移民數字 卻造成了許多家庭離散 根據統計 2017到2021年間 有將近四千名兒童 被迫和父母分開 我們的訊息 人們來到這個國家 破壞我們的法律是 是 如果你們來到這個國家 違法 特朗普和我 都會把你們帶回家 因為那是需要的 如果你想要有真正的環境 川普政府任內的 留在墨西哥政策 在拜登政府上任 第一天就被暫停 川普陣營表示 要重新執行這項政策 邊境圍牆也得繼續蓋 川普眼睛直直盯著移民數字看 絕口不提人道議題 專家認為家庭導向的移民 容易造成社福負擔 假如效法加拿大 以經濟為主的移民 吸引高技術人才 則有助於解決美國缺工等問題 想要解決移民問題 需要一整個體系做出改革 而不只是透過一兩項政策 讓統計數字好看 然而美國兩黨總統候選人 正在做的 確實要選民在人道 與嚴峰之間選邊站